这个骑平衡车上班的男人 竟然是韩国的首富 韩国最大的互联网四星数据的掌门人 手握韩国五分之一GDP的他 平日里和蔼可亲 爱名如此 对待优秀的员工 从不吝啬 出手就是大把大把的钞票 有时甚至能把自己钱包 直接拿给员工去买生日礼物 正是他这种亲民爱才的首富形象 让他成为了韩国年轻人的偶像和信仰 并亲切地称之为嫖爸爸 可谁能想到 就是这么一个大家口中的爸爸 背地里却是一个无法无天的恶魔 对待那些不能为他赚钱的员工 轻则耳光开除 重则家法伺候 一直打到伤残 要是还敢举报投诉他 那就是人道毁灭 可他这种变态的恶魔嘴脸 却从未被揭开过 甚至连正义的检察官 在他强大的超能力面前 都只能无奈地目送他离开 看着他继续逍遥法外 继续享受着全韩国人嫖爸爸的爱称 可这次 嫖爸爸可能碰到对手了 他的变态行为 已经引起了 韩国一个神秘复仇组织 复仇联盟的注意 当看到昏迷不醒的受害人时 韦伯甚至直接打破组织长期以来 需要受害人本人确认复仇的规矩 亲自带受害人点下了 那个代表着正义的复仇剑 就这样 韦伯准备摸摸情况 收集证据 他先是通过自己的马屁大法 轻松地通过了 由红黄绿三大护法监考的 号称韩国最难的面试会 成功地混入了公司 可几天后 他就发现 他所能接触到的地方 除了有一群被洗脑后的疯狂信徒 根本接触不到真正的核心 而一个叫使徒策划部的部门 才是这个集团的核心 但要想进去这个部门 只有朴会长亲自提拔才行 于是他决定玩一票大的 引起朴会长的注意 就这样 在他的女友搭档的帮助下 他弄来了东方大国的远古病毒 熊猫烧香 直接把病毒植入到了公司的系统 由于此病毒从未在韩国出现过 公司所有的杀毒系统都崩溃了 眼看朴会长就要变身恶魔 准备修理电脑部的员工时 韦伯站了出来 看着这个新来的员工 有如此天赋 调会长那颗爱才之心又跳动了 可让韦伯没想明白的是 调会长明明已经展现出了爱才之心 却并没有答应他去核心部门 反而私下里把他抓了起来 难道自己的身份已经暴露了 反而是 反而是 反而是